记者陈魏慈新北报道,新北市一名68岁的旅行社区大楼管理员, 近4岁女童独自下楼等幼稚园娃娃车时, 以手机播放A片起影女童注意, 再拉下裤头拉链,强抓女童手握她的小鸟, 新北地院经一加重强制猥亵罪, 判侣男友期徒刑3年8月仍可上诉。 去年9月6日上午8时时, 女童一人下楼到社区大厅等幼稚园娃娃车, 旅男见女童落单, 先播放手机内的色情影片吸引女童注意, 女童好奇地凑过去看管理员爷爷在干嘛, 旅男突然掏出宝贝,并强拉女童手握鸟, 女童吓得马上跑上楼, 没多久奶奶带女童下楼搭车上课, 女童奶奶未察觉异状, 只觉得孙女看来气呼呼, 直到晚上女童母回家, 女童母问女童为何早上心情不好, 女童才说管理员爷爷抓我的手摸小鸟, 女童家属愤儿报警提告, 法院审理时, 旅男变称她有阴囊食疹, 当时觉得下体很痒, 所以伸手抓痒, 之后手机的LINE突然响起, 她看不懂英文就点击连结, 就出现性爱影片, 女童走过来刚好看到, 她才伸手拉女童的手, 目的是为了把女童推开, 飞墙拉女童抓她生殖器, 否认猥亵犯行, 但法官看眼社区大厅监视器画面, 发现旅男却有拉女童手触碰身殖器动作, 案发后, 旅男主动向女童附下跪道歉, 加上旅男手机并无上网功能, 社区也无提供免费WiFi上网服务, 且音囊失诊最后一次做诊记录是前年12月, 距离案发时间已9个月, 法官因此不采信旅男辩词, 判他有罪,